-SOP是TRAVER做手過客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TRAVER做手過客 那我是Daniel 今天會來教大家 如何寫量化策略 今天教大家寫量化策略就是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 往後如果你有接觸到量化交易 不管是高頻或者低名 那你自己主觀的交易 都可以適用這個方法去做一個解釋 它算是一個SOP 或者是一個流程 一個在做策略從0到1的一個過程 該如何去走 那今天都會教給大家 不過如果今天是詳細的寫程式 或者是寫code 那跟大家互相討論這個部分 就是在VIP 影片才會教大家如何寫程式 所以如果今天 你不只是想要知道說 如何寫程式 你還想要知道怎麼寫 怎麼去用 怎麼去想 怎麼去做回測 還有如何去寫程式 用code打出來 如何去串接 到平台上面去做自動化交易 那你可以加入Travel的VIP 那加入VIP之後 我就會手把手單引去寫程式 那在開始之前呢 今天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績效 從4月6號到4月17號 在Crypto Arsenal上面的績效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4月6號開始 開始跑這個程式到4月16號在這裡 它的績效是大概 4.54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profit這邊是寫4.54%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回測的結果是4.21% 所以你會發現說今天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單 我們在這邊做進場 我們賺到了一個很大的波幅 我們賺到了差不多是9%的利潤 OK那這個完全是由這個 教育機器人自己去做的喔 我們回來看一下前面這邊 回來前面這邊 它發現 都是虧損的對不對 但是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虧損的比例是少的 那我們一次 賺就是要把它賺回來 這就是我們 以前講過的 當你 勝率低的時候 我們就是 慢慢虧慢慢虧 但是這個虧損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不要太大 那當我們 等待機會 等到一個是我們 真的能夠去賺錢的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利潤去拉大 所以做量化策略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將我們的 虧損 盡可能的去減少 次數減少 盡可能減少每一次的虧損程度 並且 擴大每一次 能夠賺錢的利潤 就是 Let the profit run 那今天回來看我們的回測之後 我來教大家一些 在量化交易開發 你可以怎麼去執行你的這個 寫策略的步驟 那今天先來教大家一個 SOP 這個SOP 你們可以記下來 以後不管你們是在寫程式 寫策略 或甚至是 去做回測 還是說你們自己去寫 你們自己的指標 因為Trading View上面可以寫指標嘛 你們都能夠用這個方式去 做一個 Check in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市場選擇 那寫策略第一個步驟 當然要選擇你的市場 市場有分成 類似外匯 或者是說 貴金屬 還有 Crypto 加密貨幣市場 以及我們的 股票市場 像是A股啊 美股 那市場選擇完畢之後 你才能知道說 今天 你要選擇 什麼樣的工具 去fit in 你這個market OK 好選擇工具 例如說你要選擇 有分 現貨 期貨 或者是 期權 那我們的期貨 我們在我們的Crypto 我們可以 視為一個 合約 類似永續合約 標準合約 這個都是 期貨有關的 現貨就是spot 股票市場 就是 股票 那再來第三步驟是什麼 策略選擇 跟研究 我們選擇完的工具之後 你去想一下 今天你要利用合約 在這個Crypto市場 去做操作 那你的策略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 金差 史差 這個 MACD 背離 對不對 RSI 超買超賣 是不是一種 策略 是嗎 所以今天你要選擇 你的策略 例如說你想要順勢 或者是逆勢 你要選擇好你的策略 你才 知道要怎麼去寫嗎 因為你今天如果不知道你選擇了 什麼這樣的策略 那 你根本也不知道你要寫什麼程式 還有一個重點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在選擇策略的時候 盡量選擇是 你有試用過的 就今天你不要選一個策略 它是你完全沒有用過的 你只是聽別人講 然後你覺得 這個東西 好像 聽別人說好像還可以喔 然後你就下去用 結果你連它怎麼用 怎麼判斷 都不知道 那這樣的話你根本沒有辦法寫出你的程式 即使寫出來了 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優化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optimization 優化 再來 我們策略選擇完之後 就進行到第四步 手動回測 好 這裡可能有些人會問我說 手動回測 很重要嗎 不就直接把程式寫出來 就沒問題了嗎 好 這裡有一個問題 很大的問題 今天如果你程式寫錯 你知不知道 對不對 今天如果你在寫策略的過程中 你在打code 你在拆拼 Rcode 那你在寫code的時候 你可能哪一行寫錯了 可是因為你沒有過去的手動回測 手動回測就像是我們平常在做覆盤 用trading view上面的一些功能 去對我們的價格 突破點 進場 出場點 去做一個 Let's用Excel把它打出來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步驟 當你真正在寫程式的時候 績效出來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績效 有沒有跟你原本手動回測 是一模一樣的 但我們的績效 與我們的手動回測 是一致的 這就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今天你的策略 是完全符合你的邏輯 如果今天 你的績效 並沒有和你的手動回測 是一致的話 那代表你有可能有哪些地方寫錯 所以手動回測 是給你一個 參考的sample 如果你沒有這個參考sample 你永遠不知道你寫出來的 是對還是錯 OK 再來 寫完策略之後要做什麼 要檢查你的條件 我們都說在開單前 要注意三個東西 首先第一個 是你的Entry Point 也就是你的進場點 進場點 有分很多種方式 你要怎麼進場就怎麼進場 第二個是什麼 是我們的TP 那TP就是指說止贏 第三個叫做 Stop Loss 止損 一定要設止損 所以進場 出場 出場就是止贏跟止損 定義完成之後 開始去做我們的回測 回測之後 就會得到一串數據 因為回測就是把過去 歷史的資料 把策略套上去做測試 測試完之後就會得到數據 那數據有像是 Anson之前說過的 夏普率 SR 對不對 或者是說 Sorteno 或者是說 Columnus Ratio 或者是 Profit Factor 對不對 銀利因子 這些等等 都會是最後把績效呈現出來 能夠去看到的東西 看完績效之後 看到參數 一定會發現中間有哪些地方是 好像有問題的 我們就要針對這些問題 去做修正 去做一些 對程式碼的修改 對策略的修改 或甚至是 對市場的選擇 還有工具的選擇 做改變 OK 那最後呢 當我們回測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跑 第10個 叫做實單 OK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介紹 這個 基本的寫策略步驟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我的這個策略 裡面有包含哪些東西 好了 那像前面這一段 賺了 這個 8.9%左右的 這個單子 這一張單子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 我的Close 就是我的TP 所以我TP 是不是就有設置 OK 你會發現我這裡是TP 那我們今天來找一下 我的Stop Loss在哪裡 我們 看一個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OK 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進了一個空單在這裡 我Short在這邊 我做了一個Short 但是最後價格會漲上來 我在這裡去 Close Short 所以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不是 我把我的單子 去做Stop Loss 止損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也有寫我的Stop Loss 對不對 所以我的策略 一定會包含 Stop Loss跟TP 還有Entry Entry的話就是你的策略選用邏輯 OK 那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是怎麼做的呢 這個策略很特別 它會去根據我們的市場價格變動 而去調整我們的這個Rest and Reward 它的筆值 也就是我們損益比的筆值 那至於這個怎麼做的呢 這個東西它就是透過AI的一個模型 策略道有提供很多的一些AI的功能 那我有參考裡面的一些策略 以及它前面的數據 我們就要去做對比 那對比出來如果它是呈現一個 可能多少的筆值 那我的損益比就會跟著被提高 自動被提高 OK 所以在這個點上 我們可以利用過去我們的績效去改變我們未來的操作方式 但是這個操作方式並不是我們去決定的 而是讓我們的Program 或者是我們的程式碼 自己去做調整 這個東西就叫做AI OK 所以今天也簡單跟大家講一下AI Trading它的一些概念 AI Trading的概念就是 讓我們的這個策略 去學習它過去的績效表現 然後去調整它未來 該如何去改變它的 或者是說調整我們的策略 不管是進場出場或者是直順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策略 目前從這個 4月13號到4月16號這邊 從原本是-1.67到4.19 差不多賺了6.2%左右 那現在有稍微做一點這個回測 那其餘的策略像是我們這支策略 這個是我的投資人 那我的投資人他投資了500USDT 他在這段時間 也就差不多是 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我讓他的500USDT 賺到了91USDT 這大概是什麼概念 好不好 500賺到約100 叫做20%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在這一個月 他投資500USDT進來 他在一個月之內賺了20% 重點是這20%有沒有透過他自己去判斷 並沒有 他是透過什麼 他是透過我們的量化交易 自動化的去幫他賺到這20% 他從頭到尾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錢放進來 那放進這個量化交易之後 然後呢 然後他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去看書 然後去運動 健身 或甚至是去做分析 都可以 但是呢 我就是幫他在這一個月之內 賺到了20%左右的一個利益 OK 那 今天介紹就到這裡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一些 寫策略的SOP 那這個東西 對於你的邏輯 還有你的開始與結束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好好把影片 收藏起來 這個讚 把它點起來 讚點起來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這個Travel的頻道 你可以按一下訂閱 那未來我也會釋放更多更多的 一些量化交易的 一些影片 或者是甚至是知識資源 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寫程式 想要創造出你自己的量化策略 並且讓你自己的策略 為自己去做一個 自動化的賺錢 那你可以加入Travel 做手過客的VIP 那你加入VIP之後 我就會手把手 帶著你去寫 屬於你自己的策略 那寫完之後也會教大家如何創接 那創接完成之後 不管你今天是自己交易 或者是你今天是在TraderDoll上面 去做累積POT 去累積那個交易量 你都可以透過量化交易 去替你達成這些功能 那我是Daniel 下次見 掰掰 想要得到人生勝利 堅持不放棄 淚化成績 擁有堅硬的心 總ós是這次 停複製